大家好,我是Coco 关注两性情感 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 点点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一个女人以后会不会有钱 其实就看这三点 越早明白越好 很多女人以为加入了豪门 就能够衣食无忧 很多女人以为觉得自己通过 其他的手段来获得较好的一种生活条件 其实这些都是不现实的 因为每一个人最终要依靠的都是自己 虽然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的一种幸运者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是哪一个幸运者呢 所以一个女人想要过得好 还是得靠自己 一个女人以后的一个经济条件如何 看这三点就够了 第一就是她是不是勤奋好学 如何判断一个女人以后的经济条件 绝对不会是取决于她的容貌 也不是取决于她的一个学历或者性格 而是取决于一个女人 她是不是勤奋好学 是不是从心底里愿意依靠自己 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一种追求 如果一个女人勤奋好学 不管她的起点如何 那么她的以后经济条件呢 总是不会差的 因为一个人呢 只有勤奋就不会饿死了 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呢 就是这样的 只要你愿意去学习 那么你就一定会有收获 只要你愿意去努力 那么你只会越来越好 这是不会变的一个道理 第二就是她是不是有想法和目标 目标可大可小 这个你需要给自己定制了 如果你的自制力不够的话 你可以先给自己树立一个小目标 如果你的内心世界呢 是特别的强大 特别的坚定 你大可以给自己树立一个大的目标 但是不管你怎样呢 你都得有目标 有目标才有动力 这样你才有方向 比如说你想收拾金 那么你就需要运动 需要克制自己的一个饮食 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 那么你就需要学习专业的技能 来提升自己的一个工作能力 第三就是看是不是能够坚持不屑 一个人有了目标之后 就要看自己的目标去实施计划了 就像说你想收拾金 这是你的一个目标 你就要根据自己的一个目标 来提供一个具体的计划 并且每天按照计划实行 我们在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前 不要三天大鱼 两天赛网 要持之以恒 坚持不屑地去做一件事情 才有可能成功 一个女人以后会不会有钱 跟她的一种行为思想 是息息相关的 一个女人只有勤奋好学 只有找准的方向 找对的方法 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目标 得到宝贵的一种财富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对本期的话题有任何好的意见 期待你的留言分享 同时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 加收藏转发